歌手肖敬腾刚刚出道的时候 因为不善言词 说话简短 从此有了神话一哥的称号 如今出道多年的肖敬腾 依旧是保持着大家非常高冷的作风 就连推荐新歌的时候也不例外 东方卫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肖敬腾 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一首歌 叫做《熬天下》 希望你会喜欢 肖敬腾诚意推荐的新歌《熬天下》 从歌名到曲风不改以往的霸气 听得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却常常是这样的 就是自然而然的 都是我啊 都是我啊 很显然许久未见的神话一哥 肖敬腾再次重出江湖 接受其采访来依旧解明恶药 但为了新歌的宣传 还是选择尽心尽力 尽职尽责 努力多编出几个字哦 皮囊 是1月10几号 反正已经可以下了 MV是什么时候播 MV是19号 1月19号会跟大家解明 在讲皮囊啊 就在讲皮囊 就你的皮囊和我的皮囊 话语虽不多 工作可不少 光是2018年 肖敬腾就要发专辑 接演影视剧 开演唱会 和乐队狮子合唱团继续演出 我们工作计划 已经计划到2028年了 所以很长远很长远 不过嘛 最让人期待的 还是要数他接下周杰伦监制的喜剧电影《靠谱兄弟》 万万没想到两位音乐人第一次合作 居然不在唱歌上 而是电影方面的切磋 听起来就很不可思议 它是一个乒乓球故事 国球的故事 所以 对 我们现在还在做后级的计划 我乒乓球本来就打很好 球类我都喜欢 我很爱球 其他即便我没打过 我都觉得我应该很快就上手 文娱新的地上海独家采访报道